台中市区内的重要道路台湾大道 在下午时分路面竟然突然一下破了一个大洞 直径超过了三公尺 深度达到一层楼这么深 由于整个坑洞呢 刚刚好就位在路面的正中央 又正值下班的交通尖峰时间 导致台湾大道顿时大塞车 工程单位紧急赶到现场来灌江 把坑洞补平 大坑洞直径超过了三公尺 深度达到一层楼 警方紧急封闭三线道 只剩下一线道 由于正值下班尖峰时间 车水马龙了台湾大道 车流顿时严重回堵 下午四点多 台湾大道二段的路面突然出现坑洞 路过的车辆差点掉了下去 施工单位紧急到产灌江 工程单位表示 可能是自来水公司的管线破裂 冲刷了路基 路面出现了破洞 原判是自来水公司的水管漏水 所造成的 我们又把水拿出来 我们做检验 由于这几天 台中市都是午后雷震雨的天气 台湾大道会不会又出现其他的坑洞 驾驶人不免心心胆战